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学习《六祖谈经》 《六祖谈经》面不太多 现在正在讲《七品》当中的个别的一些故事 《七品》当中的很多内容 是禅宗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些开悟者的事迹 看起来这是个短短的故事 但实际上每一个上师的经历 也就是说按照汉传佛教的参众方式的 一知三知识和他们开悟的一些经历 所以我们作为后学者来讲 确实也非常有必要的 只不过我想我们实际上也并不是要求大家理成文字 稍微自己的一些证悟也并没有要求大家宣扬吧 如果确实将自己所误打的一些境界写的话 现在学禅宗的 学密宗的人也应该有所境界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我想按照我们传承上师的一些比较严肃的 很严格的一种传统来讲 尤其是对出家人的一些开悟 就是要求大家尽量地保持一种保密的状态 就包括一些所见到的各种景象 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梦 这些都并不是没有特殊必要的话 基本上都不外宣 这也是大家都应该清楚 那么这次我们学习六周探经 我希望不管是学院当中的人也好 还是现场的网络上收课的这些道友 大家应该一方面有一种欢喜心 我每次课前都是要提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是学这样的这种禅宗法门 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很复杂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实际上每天的奔波和每天的寻找 也不一定获得了真实的快乐 而我们确实也是每天有这样的学习机会 实际上这可以算是人生当中的一种幸福 至少也是在你听这堂课的时候 你出大的烦恶没有的应该对大乘的发戏充满的状态当中度过 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即生当中的一种享受 所以我们讲这样的谈经 本身我也以前只是字面上看过 但这次也比较细致地看了一遍以后还是有不同的感觉 说是在古代的这些大德们和古代的这些人们 对精神文化也就是说对证物的精神价值非常重视 而我们现在忙碌的世人每天都是漂泊 每天都是这种一种苦求 其实生活有没有意义呢 我们每一个智者应该用智慧来观察 会得出一定的结论 那么我们下面也紧接着讲《六足谈经》当中的 每天都是有不同的故事 当然很多道友可能就比较担心 到底怎么考试 这些都是顾问 好像一所考试的时候 尤其是对学习比较重视的 也想做法公言 也没有世间的这些人心里也是一种负担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这次的要求 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口 也不是一个颂词一个颂词的要求大家要背 不是这个意思 但要求是什么呢 《六足谈经》这部经典到底讲到什么呢 每一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每一品当中主要以什么样的题材 或者是讲了多少个公案 这些公案当中有象征性的 有哪些的 这些不是考试题 你们不要记下 记了也没用 因为我今天的分别念 不一定到处提的时候的那一个时候的智慧 但我现在的这种想法 当然你们学习的时候一方面要重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这样说的原因呢 因为有些人不提考试的时候 好像坐在听法的行列当中 好像很认真的专注的听书 没有责任一样的 一说考试的时候 我要去了解 所以我们一般从态度上面看的话 我们讲考班的道友的文法的态度 跟其他的道友的文法的态度 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有讲考压力的这些人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拿着笔 很专注地在解 而其他的道友 很多人那个时候也有放松的人 所以说 我想考试 实际上是强迫地能增上智慧的 或者是我们的千里激发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前两天一说考试 也并不是故意想害你们 不是这样的 现在讲到前面讲了一个公案 今天讲到圣志昌 志昌比丘的公案 他是信住贵习人 调远出家 只求坚信 一日禅礼 志昌法师 实际上他是信住 信住现在江西一带的一个地方 信住的一个叫贵习 在那个地方的人 然后他调连指的是年轻 幽年的时候 就是很早的时候出家 其实禅宗的很多大德 很少中年出家的 好多都是很小的时候开始出家 现在我们这里有些本来想很早出家 但是有各方面的因缘不具足 有些地方政策也说是八岁之前不准出家 我们有个别地方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天有一个领导 我们也在说吧 他们说藏地某些地方是八岁之前不能出家 当时我说开玩笑 噶玛巴也是八岁之前出家的 就是国务院认可的 然后班禅大师也是十八岁之前出家的 也是国务院认可的 为什么小出家人不能十八岁出家人 大人物可以出家 这个政策是谁规定的 但是他说这是个特殊情况 我说这个特殊 指的是什么样的特殊 我们有时候也算是开玩笑 但也算是在这个世间当中也有种种的一些情况吧 所以我想 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像智昌大师 他是很小的时候出家 但是他从小都是有一种只求坚信 他非常向往 能明信坚信 从小的 这个是有差别的 我们有些道友好像年龄大了也好怎么样 对艰辛方面没有什么兴趣 对可能吃饭 几句钱财 平时说话过程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了 有些人一般来讲 经常喜欢谈论一些吃吃喝喝 是我的父亲怎么样 母亲怎么样 丈夫怎么样 妻子怎么样 以前我在在家的时候是什么样 有些在家人自己每天都是一些世界的生活 谈论比较多 一个人谈论比较多的话题 说明在这方面有烦恼 比如说一个人他整天都是贪他的敌人的时候 说明他相续当中嗔恨性比较严重 然后一个人整天都是贪着他以前或者现在的一些年人的时候 那么他相续当中贪心比较重的等等 从言语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烦恼和痛苦 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有些人确实也是很少求这种智慧 求历史 求人文的 现在各个大学里面真正的一些比如说历史系和宗教系 供读的人很少的 金融期的人特别多 所以他只要能考得上很多人喜欢钱 怎么样赚钱 所以各个大学里面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像智忠大师他从小都是特别重视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有一天他来到六祖面前 他开始对他进行参拜顶礼 诗文曰 如中何来 欲求何时 当时六祖大师问智常和尚 他就来了 来了之后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今天来这里向我顶礼 你有什么要求的 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当时智常语这样说的 智常语 学人今往红珠百丰山 离大同和尚 蒙世坚信臣服致义 畏惧护义原来徒离福王和尚之时 他这里就这样讲的 他说我这个学人 语徒 弟子很多 有些人就是弟子什么什么 弟子头疼 弟子心里不舒服 弟子什么什么 有些道场里面来的道友 本来道场也是要求 不准说自己的名字 必须要加上弟子 所以每一句话都有两三个弟子加在里面 在这里也是这样 因为刚才和尚六祖问 你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 来这里求灌顶 求加尘 求墨顶 有些人要求墨顶的时候 给他肩膀上考一考 他就懵了 刚才有个老乡要求墨顶 然后我在他肩膀上打一打 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跟墨顶和墨顶顶应该是一样的吧 好像墨顶有种高低的差别 敲一敲 或者摩个树 这样一方面可能有一种平起平坐的感觉 自己也比较亲切 对我来讲好像有这种感觉的 他来这里是来干什么的呢 他说 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他说 最近他前往一个叫红柱白风山 在这里他就拜了一位大和尚 叫做大同大和尚 当时陈蒙祈求他 开始坚信成佛法义 也就是说 长指他先去一指大同和尚 然后要求给他讲智智信心的法门 但是他在求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解决他的护意 也就是说他的疑惑吧 我们动物当中一般护理的怀疑特别特别强 他就把有些得到的食品卖在地里面 又担心别人 把他摇出去 又开始 又埋在另一个地方 所以一般在洞穴当中 这个护理他的疑惑性特别强 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排除一些疑惑 这种护意太多的话 这样不行 那样也不行 有些人可能前世的业力 对正见方面不生起定解 然后非法方面 一会儿生邪见 一会儿生恶见 一会儿生各种怀疑 成见 很多不好的见解自然而生起来 当时他好像对坚信法门上面 并没有解决很好的问题 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向和尚面前恭敬顶礼 然后请教和尚之士 当时他是这样讲的 然后这里的大同和尚 我看到有些资料里面说是神秀大师 因为神秀大师有一种称呼叫做大同 这个大同是皇帝后来赐予他的一种称号 但是有些资料当中说是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他当时神秀大师应该是在世的时候 而且他在说神秀大师有关的历史当中 并没有说是他已经居住在白丰山 所以说从世间来讲他并不是圆寂之后 即使如果圆寂的话他不可能当时去移植的 所以说一方面世间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还有一些说除了大同和尚以外 另外佛教的大同和尚不应该是移植的 因为相关的资料当中并没有记载的缘故 有些这样讲的 但我想这两种说法也不一定是不合理 这种说法我觉得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大同和尚即使他当时之常一直的时候是神秀 但是后来记着历史当中把他写成大同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后来在文字记录的时候他已经圆寂了 所以说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再加上是第二个问题因为以前佛教的历史当中没有记载 有一位叫做大同和尚 所以说他说这一段这个历史很有可能后来一早而嫁的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你在有关的文献当中没有发现所谓的大同和尚出名的 但是也许他身藏在这样的寂静善德非常了不起的一些修行人 历史上或者文字上没有记载不一定是不存在这个大德 就像我们以藏地为例的话 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的特别了不起的善知识大有人在 非常多的 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是高僧传和相关的这些资料当中根本没有记载 那种大成就识和善知识也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想后来有个别人要解释《六祖谈经》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个大同和尚或者说这一段的公案很有可能是后人增加的 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没有合理的 没有真正的道理吧 可以这么讲 那意思就是说刚才六祖问你是什么地方来的 来这里干什么呢 他刚才已经讲了什么地方来的呢 他最近从白丰山这边从大陀和尚那里 在那个道场当中来的 然后来的目的也应该清楚 因为他面前求知知信心的法门没有解决问题 因此来这里求法 这个道理也是很明显的 然后思与彼游和言俱业 如是俱坎 他说 我想听听 彼游是指的大同和尚他有什么样的教言给你传说 你可以据你给我说明一下 我来听听 我来看看他摄受弟子和传说的教言到底是什么样 我也想听听 你们的大同和尚到底是怎么样 一般来讲 如果别的道场当中的一个学徒 到另一个学徒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的 现在也是这样的 将来也是这样的 很多的一些大德 他先会了解的 然后智昌禅师开始讲到自己的经历 他说 智昌倒闭 凡惊善业 为蒙事毁 为法且过 一些度如障事 请问如何是蒙家本心本情 他这里 他说 我智昌到白丰山 到那里 大同和尚那里 已经在那边带了 为了求法 带了四个月 四个月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给我传授 非常甚深的 能明信见信的知识 开始教会 并没有讲 因为我当时也带了那么多的时间 而且我求法的心也是相当切 有一天晚上 我一个人自己穿入到房长室里面去了 大同和尚那里去了 我实在是等不了了等等等了三个月 我们个别的一些道友 等三天都是吹无数字 然后通过各种人 专教人 然后打电话 我要等不住 等不住 车要马上要坐了 我要下山 已经等了年天了 已经等了一晚上了 已经等了一天了 其实以前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要见了一个上师 他并不是 而且这些上师们可能三个月都是 没有给他传授什么法 要求他做其他的出货 还是什么的 当时他修法的心特别切 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他直接到房长室那里去了 然后直接问 说是如何是蒙家 他这里蒙家 这都是我的本性 蒙蒙是一种代词吧 说是 我本来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样 他直接去 因为他求本性 其实一个人 他自己的信心还是很有关系吧 有些人 他很想把认识自己的本性 这是多年以来把自己的时间全部用在这方面 有些人很想利益众生 有些人通过有一种善巧方便方法来把佛法传递给别人 每个人至少也是有自己的愿望 目标吧 有些人可能弘法也有一定的困难 见本性也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希望 但是还是老老实实地念一些经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我们做是人生的理想吧 人生的一种梦想 每个人都要有 如果什么目标都是没有 凡是每天都是吃吃喝喝的话 那就可能不合理的了 所以说 你看他这里 他求法的心和他见本性的心态特别强 他开始到那里去问 我的本性 人是本性 到底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本性 按照密宗的话 应该除了极个别特殊根基的人以外 直接这样传说的很少 基本上都是没有 在禅宗的话 确实也是有些法师 现在也是直接直传的 也有这样的 然后大通如今虚空佛 他已经见到了 大通说道 问他我的本性是什么呢 他就开始问他 你见到没有虚空啊 见到没有虚空 然后智诚回答说 我已经见到虚空了 其实见是没有什么见的 但是 我们 那么看不通是声称之道的 那么看不通的 顿得不得不得起 原来《般若所诵》当中有几宵啊 有些众生说 要见到虚空了 怎么见到虚空呢 必须要观察 因为虚空没有本性 有什么可见的 就像侍女的儿子 或者是头角没有什么本性 有什么可见的 但是他在可能相似的境界当中说 你见到没有虚空呢 他说 已经见到虚空了 然后比喻 若见虚空有相貌佛 他有上师问 那你见到虚空的话呢 他有没有相貌 然后对他回答说 虚空无形 有何相貌 你不是刚才说见到了吗 现在说虚空没有 有什么相貌 无相的虚空 他可能见到的 他说 那你既然见到虚空的话 虚空有没有相 啊 有没有相 然后他回答说 虚空本身都是 他是无形的 怎么会有相貌 怎么会有相貌呢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一个真实的回答 其实下面的这种回答 他是这样说的 他这一段话呢 应该是禅宗当中的一个很深的制止法吧 他说 刚才不是问虚空见到没有 他说见到了 那见到的话 虚空有没有相 他说 虚空有怎么相呢 就是没有相了 他应该意思就是说 间接回答说是没有任何相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空 我就见到了 他这里的见也不一定是眼睛见吧 用智慧见到也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时候大同和尚对他说 那么你的本性就像犹如虚空 他不是要刚才造这个本性啊 你的本性就像犹如虚空 那么虚空有什么特点呢 已经通达了 了无了 无一可见 没有任何可见到 这就是虚空见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可见的 这就是虚空见到 这叫做正见 没有任何可知道的东西 这叫做正知 这是一种了知 这是了知 然后从颜色上面 青黄白黑等等没有 然后从形象上 长短远方什么都没有 当时见到了悲怨清净 决体明缘 他本体本来都是清净的 而且这种具物本来都是圆满的 光明的 这叫做什么呢 坚行成佛 也可以叫做如来之间 这一段话 我想我们可能当时大同法师应该给他讲了最深的法 但是他自己跟这个上师可能没有缘分 就像米拉日巴尊者刚开始 他到荣顿拉嘎那里去了 然后给他传授了大圆满 白日修白日成佛 晚上修晚上成佛 什么有言者不修也是成佛的 这么一个道 但结果他想说 我诸法和这些 冰暴和诸法 都是短短的时间当中修成了 我肯定是有缘分的 而且我遇到这个法也是肯定有缘分的 然后米拉日巴天天睡觉 结果法和人没有相应 最后上师也是说 你是罪业深重的 看来是对的 你还是在我面前带着 没有什么用的 你还是到玛巴罗沙那里去 后来他到玛巴罗沙那里 经过千辛万苦之后 依靠大受益而成就的 所以从历史上看 米拉日巴的法缘不在大圆满上面 他在大受益上面 我看这场禅师 实际上对我来讲 好像是这个法门更加接近密法 如果我要开悟的话 可能以这个法来开悟的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 本身这个法 他可能主要讲到的空性方面比较多一点 但实际上他传说的你看 没有什么可见到的 这叫做是正贱 没有什么可知道的 这叫做是正贱 这个相当于也是一个抉择 本来空性的 但是即使没有任何所见 所知的情况下 实际上他的如来藏的光明 本来圆满的 本来具足的 这叫做是贱行臣服 也叫做如来之间 我想这个是密法的大圆满 尤其是上师如意宝的 什么受众师父 大圆满的引导法的 本来清净的这一段 非常相同 心本体是空性的 但是空性也并不是一种单空 实际上是远离一切修论的这种大空 这种大空 光明和清净 无二无别的 本来具足的 那么这就是你的本性 这就是你的所认识的 其实这种甚深的窍诀 我们每一个人反观自信的时候 有缘者应该是当下 虽然当时这场在大同面前没有开悟 但我想我们有些人 一刺而开悟也有可能 因为人世性的本性 其实稍微内观的时候有缘者 原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众生 并没有了我的东西 我当下反观自己的时候 其实自己也是完全明白的 我们心的本性如果通达的话 实际上还有什么烦恼 还有什么痛苦 还有什么纠结的 就没有什么 这因为我们运营众生 没有认识新的本性 而漂泊 盲目 迷茫 这也是非常容易的 这并不是一种传说 应该说这是从现在的话来讲是非常科学的 应该我们痛苦的来源 来自于是心 那么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呢 就是空性与光明 空性与光明 我稍微内观的时候就会知道的 如果知道这种心的本性 原来都是这样的话 那我所苦恼的一切的一切 只不过作见之后而已 实际上在本体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道理 有些是可能从理论上明白的 有些应该从窍诀上 从其他的一些道理来也应该开始的 我认为当时大同法师对他传的法是应该很深的 学人随闻此所 尤为觉了 起和尚开示 他说 他虽然听到上面的这些教言 但是墨学没有能解决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很远的地方来到了六祖大师 再加上你六祖名气也比较大 我也喜欢名声 来到你面前 喜欢大和尚给我开示吧 也许大同和尚 你看历史上都是没有记载 所以也许是个小和尚 虽然他有证悟 他有境界 但是并不是很出名 然后直昌来到大和尚面前 然后六祖大师也说 这位大同和尚所说的 还是从蒙中意义上面 他讲得非常好的 但是他存在一种直见 空方面的见和空方面的正知 所以你没有完全通达心的本性也是有原因的 我今天可以给你真正的 你没有通达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但我今天有几种方式来给你讲智智信心的窍诀 愿你当下马上通达其中的甚深意义 下面他就讲到 不见一法吹没见 大事护云则热面 不知一法受控制 还如虚空胜善点 他下面讲到了 大同大和上给你讲到的一些空性 单空的法 单空的法实际上不能完全明白 这也是有原因的 也就是说 不见一法没有见到 刚才不是说了吗 了无一无可见 没有任何可见的 那么不见一法 不见任何一个法 你这样的境界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无间 那么这种无间相当于是一种 无云遮蔽了太阳的光明 因为实际上是当空也是一种遮蔽吧 也是一种遮蔽 《大宝极经》里面也讲了 如有思维于空法 凡是凡夫诸邪道 如是凡夫诸邪道 如果思维于空法的话 实际上这样的凡夫还是诸于邪道 这是我们以前也是好像用过吧 如有思维于空法 如是凡夫诸邪道 如果思维于空法 因为这个空法完全遮蔽了你的本性 他不能完全通达心的本性 虽然像我们藏传佛教的历史上 宗喀巴大师刚开始的时候 也为人们宣说了一些空性法门 这些空性法门后来的极个别的大德说 这也是引导众生 断除实质的非常深深的空性法门 但有个别的凡夫和愚痴的人 他也不能了达 他认为这是一种断密 这是一种断空 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记得好像《大玻璃盘经》有时候也叫做《罹患经》 他这里面也是说过 说是 闻佛为众生 分别所空法 方便所空法 佛陀听到了佛陀为众生宣说空性 也就是说空性法门的时候 愚夫不能知 愚为愿于断 有些愚夫的人根本不能了知 而且认为是一种断密 认为是一种断空 认为是一种空法 这种说法自古以来也是有的 现在有些学者 有些研究者 他也没有很好的修行 一讲到佛教的空性的时候 哇 佛教不是说是看破一切吗 佛教不是说是一切都空吗 那一切都空的话 你们念经干嘛 你们磕头干嘛 你们不是要天天都是念佛 看经 啊 这些干嘛 不是佛教《青岗经》里面说是 凡事有限 皆是虚妄 不是虚妄都是空性吗 很多人也是这样讲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首先我们无始以来的众生需要断除他们的邪知 邪见 《大宝积经》里面也是说了 宁可有须弥善那样的邪见 但不可有空间 若有空间 无法制止 因为邪见以空间来可以制止 而这个空间无法制止它 无法断除它的意思 也有这样的 因此在这里讲到说 这种空间是不合理的 不至义法受控法 如果你有安住义 一切事物都是不存在的 无可执的 无有可执的 那实际上这种想法它还是束缚着一个无知的空法 无知的一种空空的法 那这也是就像太空当中产生闪电一样的 太空整个虚空无有边际的 但中间三点实际上也是有一种障碍 是没有当中也找到一个 本来虚空是一无所有的 但是你如果在三点 那虚空当中也有所缘的一个法 同样的 一切方法是不存在的 但是不知的这种法如果存在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 前辈大大们 其实在禅动当中也根本没有讲是单单的一个空法 这是大家也应该知道的 此之之之间疲然心 错人合成戒方便 如当一念 此之非 知己灵光 常弦弦弦 主要讲到六祖道士 他自己真正的见解 他说 这样的之间突然生起 而错认为是最究竟的境界 事实不合理的 如果错认为他是真正的冥行见性的话 那什么时候真正能解脱和方便 或者是智慧的本性能显现呢 如果我们把物质 如果我们把物件 认为是最究竟的境界的话 那什么时候真正通达万法的本性呢 所以他下面讲 如当一念 自知非 自信 宁广 常显现 那么你应该当下要自己了知 他这里自知非的话 实际上你当下应该明观自信 通达自信 那么这个时候你自己如来藏的大光明 自然而然会显现的 跟前面的空性无二无别 当你当下安住的时候 也不是单单的一个空性 这种空性和光明无别的境界可以显现 好像这种显现实际上在佛经当中也有 就像《大宝积经》里面也讲了 你诸分别过 获得发光明 获达发光明 你远离一切分别的缘故 会获得大光明 诸法无形过 光明也无形 诸一切诸法没有本性的缘故 其实光明也无形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显宗当中也实际上是有这样的 就像是密法当中的明空无二的境界 也就是说 他说 当你真正当下安住的时候 认识本性 认识本性 本体上是讲空性的 自信上灵光显现 其实灵光是一种光明 智慧吧 以前好像 我看到一个叫白杖禅师吧 他也说是灵光堕露 体露正体 意思就是说 这种光明自然流露吧 不具文字 信心无识 好像信心什么无诈啊 中间有一段 忘了 最后好像是如如佛 是跟正佛没有什么差别吧 真正的佛一模一样的 中间还有两三句吧 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灵光 当它显现 我们密法里面讲光明显现 那光明显现的时候 没办法用文字啊 用分别念啊 来表示 它的本体是无法用言语来说的 其实这种光明 就像密宗当中的有些 通过观虚空当中 见到光明实际上如然上的一种反射 就是它的一种反光 这是一种窍诀来修持 而禅宗当中 当下了物明信见信 这也是明信见信 实际上 从字面上看的话 我觉得大通对他的自治法应该是比较好动 但是六祖对他最后的一句吧 当年自知非 自信灵光显现 可能这句话一个是空性和光明 无二无别的 那么当下常闻即语 心亦豁然 来疏即语 当时之常禅师 听到了六祖的这句话的时候 那么心亦豁然开闹 开悟也可以说是 当下通达信心的本性 然后他自己也是开始做了下面的证悟集吧 自己也讲 他说 无端弃之间 走向求菩提 青春意念我 淋雨细时迷 自信聚缘体 随着往前流 不如诸世世茫然去两头 他这样说的 他说 他当下无端地弃了这个之间 前面不是空的间接合 还有空的这个之间吧 那么带着一种无理由的 无端的这样的之间 空的这个之间呢 然后有着执着相的求菩提的话 实际上还是存在着 心存在着一种开悟的这样的意念物吧 开悟的一个念度 那这样的话是怎么会能 他这里灵呢 是不是这么啊 或者怎样呢 怎样能超越西世无始以来的迷惑呢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 无始以来的众生漂泊在轮回的 唯一的因就是一种执着 我们到最究竟的时候 还是带着一种单空 或者带着一种 我要开悟 我要开悟的这样的一个念头 就坏着这样的一个念头 然后希求菩提的话 那怎么会是超越西世的迷乱呢 其实西世的迷乱也是一种分别念 分别念的话是三界的因 怎么会是能真正通达本性呢 那下面他说 自觉醒自愿 其实心的这种本性 这种觉悟 本来都是自己已经居住的 只不过随着这种狂妄的心 往外漂泊吧 而始终没有造回来 入于传承注释的方式当中来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王子 然后他就离开了王宫 本来他是有地位的王子 但是他就离开了王宫 然后一直在外面泡泊 他没有回到皇宫一样的 茫然去两头 我们众生他就茫然的 有时候堕入断边 一切都是没有的 堕入断边当中 有时候堕入长边当中 他一直没有把光明和空性 无二无别 如果我们真正是懂得光明 空性 无二无别的话 因为是光明的缘故 他不会堕入断边 不是单空的 因为是空性的缘故 他不会堕入长边 如果他是真正的一种常有 他本体是不会空的 本体不会空的 所以我们就要一些证悟的境界 可以这么讲 通过一种心灵的寻找 心灵的寻找 才找到心的本性 但从字面上看来 怎么讲呢 智昌大师好像这个偈颂 也是他否定了 用执着的心来希求证悟 希求菩提 第一句里面 有另一种方式吧 本来心是光明的 但是他随着分别念 往外流 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本体 没有回归 始终都是在外面这种流浪 从他翻面的意义来讲 当我们真正内心的王子 内心的国王实际上已经在自己身边 不过我们没有认识而已 当他认识的时候 不会堕入两边 一定会趋入正道 所以这种心法 一般来讲 现在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 有些真正的禅修方式 也有一些人可能也不一定真正的禅宗的方法 但是他们 比如说禁语 很长时间的刻苦怕行 我认识的有几个明星和记者 他们最近害怕五千多的 怕穆拉玛风叫星座的力量 像成困 他们前一段时间 他们一直在那边 好像很远的路 每天都是走很远的路 背着大概是五十多斤重的东西 然后一边禁语 一边有缺氧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好像也培训很多次 怎么样扎营 怎么样坐 晚上怎么样睡 然后培训之后不说话 就要观察自己的心 一直往上去 但有些人半路就回来了 没办法了 只有半路回来 有些人还不断地走 基本上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之后又返回来 那么这种方法实际上也是认为 一种需求心灵的窍诀吧 现在人认为是这样了 但我想这也是一种方法 如果有一些传承的窍诀 如果有一些真正的 寻找的 就像我们密法当中个别的修法那样 应该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的窍诀 光是自己一分别念造 然后去的话 也许可能心的这种调伏吧 也就是说 心的一种寂静有帮助的 但是人事本性方面没有一个窍诀 也有一定的困难 只不过现在浮躁的心 现在我们狂乱的心很有必要 有时候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制止 这样之后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个猿猴一样的 特别一刹那都是不停留的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大概七岁的孩子 我观察了一个小时 他一会儿都是不住 他特别特别忙 一会儿拿这个 一会儿拿那个 一会儿站起来 一会儿坐 我看我们这里没有很多小孩 有的话 他们是什么样呢 他本身都是他一刹来也是停不下来的 我们的心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比喻 就像闪电 狂风 或者海洞游戏 猿猴等等 有很多的比喻 所以我们的心应该依靠这种方式来 安住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下面就是说 这是整个开悟的意志方法已经讲完了 然后智常一日文 下面是智常 前面的这跟这个有点不同啊 嗯 她的这个什么 前面好像是对吧 前面是 你们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是吧 哇 一日文思语 佛说三尘法有言最上尘 弟子为戒愿为教授 他说有一天又要提问题了 就是说 佛陀又说三尘法 然后佛陀又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也说最上尘 其实这个最上尘就是密法吧 应该是残了 弟子为戒 我就不懂到底是三尘法 还有一个最上法 有没有 弟子没有能理解 希望和尚给我传讲 四月如观之本心 莫诸外法相 法无四尘 人心自有等差 他这里说 你观自己的本性吧 不要外面坐相 法没有四尘 只是人的心有各种不同的差别 诸诚不可清 有心如是甚 好像《入郎切经》里面讲的吧 心传灭也无 无诚 无诚者 没有诚和诚者 我们大诚小诚 实际上法的本性上面是没有的 只不过是我们人的信乱案例的 一旦我们分别念完了以后 所有的诚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 四方面都是没有诚的 这是我们人的信乱案例的 讲文转颂十小诚 无法解义 十众诚 一法修行十大乘 万法精通 万法俱备 一切不染 利主法相 亦无所有 名罪上乘 他这里讲了这三诚 叫做听书 目见二文 还有传颂经典 这些是小诚法门 喜欢看 喜欢听 喜欢有一些想的 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一些居士 有一些他对真正的闻思修行不是很感兴趣的 什么拿一个东西 吃一点甘露碗 喝一点甘露水 那这些真正的佛法认为是这个 啊 来我喝也好 来我 就好天啊 好香啊 好什么什么 这样的 这叫做小诚法 或者最多读诵经典 一早就开始四点钟起来 读念经 诵经 诵经 这是个别的 这样的 因为它关需方面很少的 这是 然后这是叫做小诚法 它这里 众诚法是什么呢 不但是听闻 真正佛法的意义完全能了解 领悟就是其中的法义 这叫做是众诚法 然后不但是了解和听闻 还要真正的修行 这叫做大诚法 它这里我们都可能闻思修差不多吧 听闻的话 这叫做小诚法 然后进行思维 然后了无其中的意义 这叫做是众诚法 不但是闻思 还要不断地去修行 这叫做大诚法 那么最上诚 最上诚是什么呢 万法精通 万法具备 通达万法的本性 通达万法当中 本来具有的这些自性光明 一切不染理住想法 正在具足这样光明的本体 没有任何贪嗤之灯 烦恼染污 然而各种有无是非的想也没有 全部都远离了 一无所得 所谓的一无所得 并不是一个单空 就是罪上的一无所得 实际上这叫做罪上诚 他这里并没有说密法 但是基本上是密法吧 是吧 我认为是密法 罪上诚嘛 对吧 三尘上面就是 因为三尘上面还有一个罪上诚 我们怎么讲 以后有些人讲的话 我用这个教证来破它呢 我把它揣在怀里 以后用的时候 用这个来开始 嘶 啵 依指指矛 供指指盾 对吧 有些禅宗的人来说 密法不合理 我就说这个 诚实心意不在口诚 如许自修 莫闻无业 亦是始终自信自如 他这里所谓的诚 它的意义并不是在口头上说的 应该是我们修行的 大诚也好 小诚也好 密诚也好 什么样的诚呢 实际上有缘者确实对他来讲是罪上诚的 比如说有些对密法没有缘分的 但是对小诚法很有缘的话 对他来讲是罪上诚的 主要是自己修的 然后六祖说 你也不要问我 你自己修吧 天天问问题干嘛 自己一天都是不看书 每天都拿一个纸条到处去问 你到大同和尚那里也没有开我 到我现在这里也天天都是问着我 逼着我 问什么 再不要问我 你一切始终观自己都可以了 意识中自信 你还是一切始当中自己观修 不要天天都是问问题 然后常尼西是 宗师之事也 至常讲到了对他这么多的窍诀之后 非常的感谢 一直都是当他的使者 为了报道上师的恩德并不是在上师面前得到法之后 把上师当作长者 法当作舍相 然后认真求学 用什么猎人的兵器 砍杀的手段来取手法 并不是他得到了像摄像般的法之后 一无反过地跑了 不是这样的 一般很多人在一个上师面前得法之前 小细细的标题各方面都是很好 得了法之后根本不理就做了 但不是这样的 他一辈子对上师 一直到六祖大师圆寂之前 这是一种长期对上师报恩的一种方法 其实报恩的确实 不管是对哪一个上师 对哪一个父母 对哪一个有缘人 我觉得很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感恩自信的话 传承上师的加持入于自己的内心 也是有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说 我们每个人在任何一个上师的过程当中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时候没有缘分的话 那一直三个月 一直多少天 最后又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也是合理的 你看米拉日巴在荣东拉嘎那里呆了多长时间 但后来他到马尔巴罗沙那里去了 这场应该是在大通那里呆了三个月以后 后来好像他的法门对他不适应 后来去留住那里 但留住那里以后 他再也没有离开过 所以我经常也给大家讲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心比较狂了 而且变得特别快 这是可能有些人说 现在中国人吃的食品有问题 所以心不定 我原来跟其他人也问过 为什么现在人的人心特别 今天求法的心特别特别强 但过两天以后完全都变成了另一个人 然后今天看起来这个人特别稳重 然后再过两天的时候 马上变完了 一番长达 他们说 你们的饮食有关系 主要是食品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技术 所以人的胜利都已经搞破坏了 以此见解 心态也是不稳重 然后我特别希望大家 不管你做什么 不一定非要 你是待在学院 待在一个道场当中 但是人的心一定要 你众生当中选了一个法门之后 最好临死之前不要变 而且自己临死的时候也发愿 生生世世 我用这个法来饶益众生 我用这个法来调伏自己的烦恼 这个是很重要的 否则确实是现在的心态啊 这并不是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 普遍的现象 像汉地的一些大企业 像阿里巴巴 麦当劳 他们的多少人 每年都是 我那天看到一个数据 很惊讶 比较而言的话 我想我们学院的修行人 还是比较稳重 他们每一年每一个人患的人数相当相当多 但这些其实不一定很好的 我们心态偶尔产生一种烦恼 产生一种不好的感觉 有可能的 但是大的原则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人的话 确实是要自己稳重下来 所修的法 所作的事 然后所交往的朋友也好 亲人也好 不要今天对这个关系很好 再过两天的时候 好像有一下子 现在世间人的生活状况 也是特别可怕 不但是在藏地 汉地也是这样的 我那天 我们执著一些大学生 我们一个问大学生的父母 好多都是父母都已经灵魂了 然后孩子已经成了单亲家庭的 当时我心里面想 哎哟 不但是大城市里面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甚至在藏地高原 甚深的这样的地方 也逐渐逐渐又发生了许许多多 以前不懂的这种变化 所以在修行当中也好 生活当中也好 一直认为修行也要稳重 人格也要稳重 然后做事情应该三十三种 三十三种不是第一节课听一堂课 最后一节课听一堂课 再加速三十三种 不叫这样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